大家好 我是杰西 今天要跟大家看的是常用单字当中的常见谚语 其实要看的是谚语 English Proverbs 那这个部分其实蛮多的 一次跟大家看五个就好了 五个其实都是比较常见的 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个 Birds of a feather frog together Birds是鸟对不对 of a feather Feader是羽毛 Frog是聚集together一起 同样羽毛的鸟就会聚集在一起 在英文我们讲物以类聚就是这个字 就是这个句子 Birds of a feather flock together 可以记一下 再来第二个 It takes two to tango It takes要花两个人才能探歌 Tango是跳探歌舞 Tango这种舞的话 一个人跳不起来 要两个人才跳起来 那这意味着什么呢 当你做错什么事情的时候 两个人都有责任 比方说万遇出轨的时候 不会一个人没有办法 一定是要两个人 对不对 类似这种 在事情上的时候 讲事情两个都有责任 所以就可以这样讲 第三个 Too many cooks spoil the broth Too many cooks Cooks这边指的就是厨师 spoil就是破坏了 The broth Broth就是肉汤 高汤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厨师加一点 那个厨师加一点 草味料 大家各都加一点 加多了就怎么样 整个汤就毁了 所以我们讲 人多坏事 不一定很多人都是好事 有时候人太多反而不好 这时候就可以这样子讲 好 但是等一下又有人多是好的 第四个 Two's company but three's a crowd Two's company 两个人 company就是跟你作伴的伴侣 但三个人就变人群群众 就意思说两个人刚刚好 两个人另外一个人是你的伴侣 但第三个人就不要了 好 这是为什么 这讲在情侣 情侣不喜欢什么呢 电灯泡 所以呢 Two's company but three's a crowd 就是你知道情侣的 他们都不喜欢电灯泡 这样子 好 第五个 这个来了 Two heads are better than one 两颗头比一颗头好 这什么鬼 好 这意思指的就是两个人比一个人 更能够解决问题 当然你有烦恼的说 Two heads are better than one 来来来 我帮你 两个人会比一个人 更容易解决问题 这样子 好 今天很简单的就看到这五个 可能就是一次都有五个 这个proverbs proverbs叫谚语 这些有本谚语的书 好在网络上有很多谚语 那就是找几个大家 每天分享一下 每天寄个五个也不错 常常看到 这个你知道它字面上的意思 可是你再知道一下它代表的意思 这样子 好 非常谢谢大家跟杰西一起收看 那今天就到这边了 喜欢的话 麻烦按个赞 杰西有脸书 ブログ跟YouTube频道 都欢迎订阅 追踪分享 每天会希望跟大家分享一些英文的东西 谢谢收看 拜拜 不要忘了开启小铃铛